大人抱着小孩狂奔 周一全美欢度国庆 多地却上演枪暴惊魂 地点在佛州的奥兰多 民众在公园欣赏国庆烟火 才看到一半场面突然失控 警方事后表示 有民众将烟火误以为枪响 证实是乌龙事件 同一天费城也惊爆 两名园警在国庆会场附近 遭到枪击 上百人逃窜 现场一片混乱 民众之所以恐慌 是因为芝加哥刚发生枪击案 芝加哥郊区举办国庆游行 没想到爆发大规模枪击 造成六死三十六伤 见过大场面的医生 都难言恐惧 二十六岁的嫌犯克里默 手持步枪在屋顶朝人群 扫射后逃逸 警方随后在附近公路 逮到他 大批持江远警围攻下 只见他高举双手 陆网时却被民众目击 骇人一幕 国庆却曾枪手杀戮日 美国职方大联盟 芝加哥白袜队 当天在主场赛事 取消赛后烟火秀 为罹难者止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